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录像吧 这个只能强配一个真机曹仁啊,然后这个是一个新国战,这个曹仁是我第一次新国战啊,我先说一下 这局非常有意思,当时直播的时候我说不管输还是赢,我一定要保存下来把这个录像 离点,长了,守亮了,开那个南蛮,老生长台的问题 离点,开AOE一定要先挂装备 我们先一倍数 一倍数就是正常的一倍数嘛 这里有个卡顿的毒条,然后我们配合了 这里如果是你,你会打谁,你还看谁 不配合的人,这里2号位3号位8号位不配合的,你看个球 除非说你有连弩,你有连弩没有距离,那你说你看一下我,我保险一点 但其实是没有必要去看的 真的是没有必要去看的 不配合的人就是死,我让你一点,有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你把他蛮距离,即使这个人是魏国 那就比如说这个人是个三四十几的那种魏国,那那这个真正没办法,就人家是菜鸡嘛,那你只能认倒霉了是不是 然后第2个坑点,你撕嘛,你不出来 你不出来,第1个问题在哪里,知道吗 我们这里我们不上车,第1个点在哪里,知道吗 你有可能也 我们7号位8号位都是三学家,你凭什么说你也不了呢 你有可能也,第2个 你不出来,你三学不慢,你怎么判断,你就不会因为你三学不慢而来揍你 是不是,像这个李脸,他就觉得你三学不慢,他就连你了 基本上来说,该去连那种不配合的人 因为不配合的人,他绝必不是魏国 就在我的视角 绝对不是魏国,那连他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里李脸和四把他自己都有过 拿了个顺手,拿了个万剑,我们拿个杀 你看,我们是会遇到,这个熊玉这个玩家是142级的,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他的一个胜率 因为142级的一个玩家,你是不能保证他会配合你的 他就是一个,可能玩的是比较新手的一个玩家 他就觉得他不谅价,因为如果他谅价了,那这局应该是魏国碾压局 你知道吗?因为他谅价了之后 一个,就是配合嘛,他卖低血,好一点,多过一张牌 多过一张牌,然后这个国家会谅价,司马他也会谅价,司马会谅价,那四个人谅价之后 他不会满去错,你知道吗?不会产生一个内耗的问题 不会产生一个内耗问题,那魏国就很显然会碾压 因为你过牌了,你卖完血,你在卖血,你卖血在那过牌 然后别人卖血可能过不了牌,或者说过完牌之后 因为你在行动,那你会打他们嘛,那很显然 优势在魏国,这个也是我经常玩的时候我就说嘛 你魏国不要乱蛮局,你乱蛮局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蛮局,乱蛮局之后把自己的血打出来了 打到自己队友了,然后又没有收益 有什么网用啊,是不是? 然后我证明我在聊天宽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这个卡顿 不能证明你是魏国,因为很多 很多呢,小诸葛知道吗?小诸葛 你们如果往小诸葛或者手上有一个无邪的时候 你尝试一下别人开个AOE 你也会遇到这种卡顿的这种情况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事情啊 自己玩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的 如果有小诸葛开AOE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卡一下卡一下这样 所以你也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就好判断吧 应该这么说 国家给了个无中 还有更,就这局他们 他们每个人都在搞笑 力点搞笑,区域搞笑,司马也在搞笑 然后我们让那个国家也搞笑一下 让他放弃信仰 是不是有惊喜 还杀我 还好我有个傻 这是谁顶得住啊 他手当然可能是没有黑牌的 然后我们这个潮人不好练的 其实潮人很 其实潮人很厉害 单挑的时候很厉害 但是我那个时候单挑 我真的没有意识的话很厉害 知道吧 还在潜意识认为他 他单挑这时候要方便 神刀员啊 那魏国感觉又起来了 那他有孙奔 而且现在四个魏国都回水了 他不肯留理我的 其实他没有孙奔 就是即使他没有孙奔 他这个正常应该也应该留理我的 是不是 你们看到了一个四血香香 这个孙奸真的是牛皮啊 现在2.5滴血了 真的是牛皮的狠 虚下萌药 配合一下过一下牌嘛 顺便消耗一下孙奔药的状态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不会说想要消耗孙奔药的一个装备的 只是说想要去 让他爆发一下吧 应该这么想 我一般是铁锁我不会乱连的 因为连了之后 害能中害几 你都过一张牌 你可能都过到装备什么的 因为你把卫国连起来你又没赢是 这个游戏不是说你要把别人连起来就赢了 现在你就只有一个人 你这个怎么玩 国家离线了 尴尬 等下这两个 我其实也挺难打的 这就是 四血孙奔药 带一个孙奔 在这边有个大桥 大桥孙奔撞得还这么好 五个卫国啊 就是因为各个各个原因的一个失误 李典有失误 司马有失误 徐玉托广了 徐玉他前面没有卖血 没有配合卖血 然后中间又离线了 各种失误 真的很搞笑 这一句 他们肯定是不会救的 死得更好 少一个人 随便打打嘛 其实当时看到这些人看 离线离线 脱管要脱管 我说难道我要一个人打两个人吗 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吧 想想是这样子 下下牌 有两个桃子 打的还是比较耿直的 这个吕木少年啊 毕竟是有两个无果 我们都是打的还是比较耿直 孙奔洋的装备消耗的快没了 开个拿马 国家有杀 美滋滋 我们这个腾甲 是带直了 曾经啊 我们 反了两个AOE 这旅步还有无限 没有这个化妥的这个处理 消耗这个 大桥的一个装备 我们还真的有点难杀 肥油美肌 平平难过 把他热一下 待会儿再把他冰起来 我们现在属于一个神装状态 然后待会儿单挑的时候 曹仁又特别厉害 他还去杀射司马 干嘛要去杀射司马 谁能等我 难道真的是天命难为 落水之波 做了一个南马 做了个酒杀 牛皮 我琢磨了一个万剑 那我们是要教这个孙杀 现在做人啊 而且他是个孙杰 然后这里我 我做了一个抉择 我是打算跟这个吕布单挑 所以我没有去顺他的一个 斧子 因为如果说你去顺他的斧子 那吕布会不会说 你既然你状态这么好 我没有斧子 那我不跟你进单挑 我进三人局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有可能 就什么情况的话 他是什么想法 我们不知道 我们说我们一个态度是 我们是想进单挑的 那也给你机会 你有斧子 也给你机会 你有无双 那你要不要进单挑 然后他选择 跟我们进单挑 他有个思学旅步 然后有个话筒 可以就是拆牌 我开始的时候 我说了 这局这个曹人 我是第一次用 就是新曹人 我是第一次用 我一直在我的前世里面 我认为这个曹人 巨手是要翻面的 所以前面的两轮 我们真的是打的是相当相当的蠢啊 你看一下他的技能描述 若X大于2 你才翻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 我们这个X是不可能大于2的 所以我这个巨手 是稳稳的过二 就是摸一过二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是打得奇臭无比啊 前段时间我还水过一个 水过一个视频 叫做新国章的一个规则 怎么突然就忘记这个东西了 我还在 两轮了 两个巨手没有巨手了 还顶不住了 终于发现了 终于发现这个问题的 我们巨手是可以稳稳的摸牌的 这两个 这个火锅没中 真的是6啊 那他肯定是没有属性杀嘛 这个曹人现在当挑战 那是相当强啊 其实最有简化来 相当于我们是稳定过 摸三过四 他是属于一个 摸二过三 就摸二过三猜一 就因为这个话筒可以拆别人牌嘛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 真击的一个就落神 是这样子 他这个藤甲子 就是他想要拆的时候 他是什么时候都能拆的 抽丝 我们选择压他一个血线 直接又打他了 但也可以拆同意啊 也可以拆人王阵 我觉得都可以 他这里还有个斧子 所以他会急救一下 所以这里你打的还是有点问题 你先过牌嘛 先过牌 然后再决定要怎么打日子 那我们已经没必要去落了 我自己我就没落了 我看到有个加一码 我也没落了 就落到一个加一码 落到一个拿码 就落了 没必要浪费时间 所以这一局 讲了14分钟啊 真的是搞笑 我跟你说 司马 曹丕 一手的装备牌啊 那我们有杀出杀 这一把是打了15分钟 也不传不短 应该怎么说 灯爱出来了 那复权会是什么呢 离托广了 托广又回来了 我们这个是一手香香牌啊 因为我自己不抓狡气卡的 所以你挂这个牌 愿不得别人 连弩在我们手上 那你应该是 你顺着肯定是顺我们名的装备 你不可以顺我手牌吧 你不可以顺着肯定是顺我手牌 就是顺山香 那这顺山香属于群朝啊 谁都要打 郭家军 这个叫郭家军 老二张也出来开团了 有个改判定的 因为我们把鬼台晾着了 他到底会是什么呢 不知道 还是个徐胜 孙权看到 自己有这么强力的两个队友 然后第一也出来了 容我三四 容我三四 神桃源 他想下一下我们的装备 然后 保护一下自己吧 他怕我们是宇宙 我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他只能先把牌用完之后 然后再开这个先驱标记 那看完之后 他远交了吴国 那说明什么 南蛮不堪 杀也不杀 那说明什么 说明三号位不是吴国 很有可能是个魏国 三号位 我说三号位 因为他看了我们是魏国嘛 那他既然被看了 然后他就亮了 那我们亮个死马吧 这里你只能留这些判定牌 这个层点也不能挂 你又要抢救花佗了 这里我们双量 我们可以双量 也可以不双量 就是这个其实怎么双量 因为你双量之后你可以配合队友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双量之后 你偷不了别人机嘛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 如果开团的时候还是尽量双量吧 因为双量还是说给队友配合的 可能是更多一点 这个田其实我 我答应就 我并不是特别想怕你知道吧 因为田分只有一张牌了 他是很容易就是触发死剑的 然后当时还是贪了一点 所以还是盼了一下 盼了一下这个 给他赶了一下 让他多一个田 可以把这个红牌 小 画图的小红牌都给顺了 吃我一击 这他怎么说吗 他因为这个国物鞋 他只能这么打 因为国家一滴血了 他手上可能是没有桃子的 然后 这边他可以杀我 也可以不杀我 因为 因为他自己是有月经的 那他如果想杀我的时候 我待会双链了 我双链之后 我双链之后 他可以消我 甚至于说 他怕我手上没有黑桃 怕名牌 他可以来消我 然后把这个小黑马给我 就这个跟我主张 是什么什么 其实关系并不是特别大的 因为他自己是有基本牌的月经 他们还有那场个棒 那个阴阳鱼牌还没用 然后本期这个视频嘛 那就这样吧 最后就谢谢大家